假设x为任意实数 是求f of x等于sin x平方 加上三倍的cos x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我们要求最大值最小值 我们就要配方 所以我们需要一元二次方程式 但是在这边呢 这是一个二元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画成一元 那么我们只能从平方向下手 因为sin x平方 加cos x平方等于1 所以我们的sin x平方呢 就会等于1-cos x平方 我们把它带进去 我们的f of x就可以变成是 1-cos x平方 加上三倍的cos x 就可以变成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了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配方 负号提出来 好括号cos x的平方 减掉三倍的cos x 加上呢四分之九 原本我们是加1 但是呢我们这边是多减的 所以我们要再加上四分之九 整理过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负的括号cos x 所以cos x 减二分之三的平方 再加上四分之十三 好那我们原本的位置数呢 是cos x 所以cos x呢 原本的范围是介于 一到负一之间 我们呢再把它减掉二分之三 好所以cos x减掉二分之三 就变成是负二分之一 跟负二分之五之间 好那接着呢平方 好平方 cos x减二分之三的平方 好那因为呢 负二分之一到负二分之五 没有经过零 所以我们就直接做平方 负二分之一的平方 变成四分之一 二分之五 负二分之五的平方 所以是四分之二十五 好接着加上负号 加上负号之后呢 原本小的范围 就会变成大的 所以变成负四分之一 和负四分之二十五 好那再来再加上 最后的四分之十三 所以我们的f of x呢 就是我们的负括号 cos x减二分之三的平方 加四分之十三 就会介于负四分之一 加四分之十三 就是四分之十二 所以是等于多少 三 好然后小范围这边呢 负四分之二十五 加上四分之十三 所以是负的四分之十二 所以是负三 所以我们的最大值 就会等于三 而最小值呢 就会等于负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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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